今天非常感謝各位來參與由台大出版中心舉辦的新書講座活動 那我們今天的講座主題是現在我們在哪裡遇見神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我們請到了兩位 就是這本書的主編老師來擔任主講 那第一位就是台大人類系的林瑋平林老師 那另外一位就是台大社會系的黃克仙黃老師 那我這邊就時間我就交給兩位老師 那我們再鼓掌歡迎 謝謝 一般來說大家到教會或是到教堂就有那種莊嚴樹木的氛圍感 然後大家如果去參加廟會就有那種熱騰騰很火熱的感覺 所以氛圍一直是宗教的一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候特別要來討論氛圍宗教呢 因為就像剛才主持人講的這氛圍跟當代的宗教的關係已經越來越密切了 這是我們為什麼要特別的去討論這個議題的關係 我三年前呢在編《媒介宗教》這本書的時候呢 就注意到當代的宗教想像不斷的又 不斷的被媒介新的各樣的各樣的媒介所重組 宗教呢現在已經不只是在儀式裡面或是在就是宗教的書裡面看得到 而是呢 他已經泥散在一般的生活裡面 跟我們呢 產生一種若有事物的連結 所以我們如果像傳統一樣只是從經典來理解宗教 或者是只是從儀式來理解宗教 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為什麼呢 最主要是因為宗教現在是以一種沒有界限的方式與我們相會 這是當代宗教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面向 所以我們現在感受到的越是一種 越來越是一種沒有清楚界限的明信經驗 所以我們在說氛圍宗教的時候呢 所指的是一種飄散在感官與意識空間的宗教性 就是他不是從經典的 或者是從儀式現場的參與 直接而來的 他更加的抽象 所以我才會說 他是一個飄散在感官與意識空間的宗教性 他往往透過媒介物質與情感的作用 創造出氛圍與我們的感官對話 就是他跟我們的感受非常的有關 在稍縱即逝的靈光中 召喚我們的情感與宗教想像 他們往往是鑲嵌在特定的感官氛圍 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經驗 其實是相當日氣的相當個人的經驗 他一開始的時候可能輪廓模糊 或者是以發散或理會的方式 在生活中蔓延 但是也可能因為有不同的相遇 互相感染有了新的開始 在那邊就發現就是有一二十個穿著白衣服 整齊的制服的人 彷彿試圖要營造出某一種的氛圍 然後希望能夠跟這邊路過的人做一些互動 那你就可以想想看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他們為什麼不待在他們習慣的傳統的宗教場域裡面 那為什麼要來到一個 來這邊你可能會覺得 這其實是一個蠻世俗的地方 就是也有一些這個拿著各種廣告啊 試圖推銷各種教材啊 要把這個書就是用各種折扣賣給你的 這樣子的一個場合裡面 但是當代的宗教其實他並不是那麼介意 這種聖跟俗之間的嚴格區分 他反而意識到說如果他再繼續待在他習慣的這個同溫層裡面 很有可能他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 而他們所相信的這個靈力 本身其實是沒有界限的 他是可以感染的 是可以擴散的 雖然宗教跨界如此的鋪片 可是在當代的情境裡面 他特別需要注意到這個這個這個點 就是他他會橫跨 他會跨越這個點 那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 就是我們會注意到就是在當代的這種 社會跟政治的情境裡面 其實有很多對於既有傳統的宗教很不利的因素 就是他其實會去對於宗教做很多的限制跟管制 而宗教本身他其實是試圖要迴避 要跨越出這樣子的限制 所以他才會採取各種非常靈活的策略 我們這本書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對話對象 其實就是在英國的基督宗教做一個例子 所發展出來的這種氛圍概念 他其實就是在反應說 在英國裡面很多這種基督教的團體意識到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很多人不喜歡談宗教 那可是宗教其實不會這樣束手就擒 宗教其實他的想像裡面是沒有邊界的 上帝或者說神明的力量 不可能被局限在那個人小小的主觀的腦袋裡面 或者是家裡面或是私領域裡面而已 所以宗教會試圖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 能夠滲透到就是人們按照各種規定 所劃定的功領域裡面 他透過在你生活周遭 佈置這一些宗教的語言 讓你聽到有人在禱告 可是他並不強迫你 他並不強迫你信教 他並不強迫你改宗 可是他在你的周遭裡面 環境裡面佈置的這種像是氛圍音樂 其實氛圍這個字就是從ambiance music 就是從氛圍音樂開始的 你好像隱約聽得到感受到它的存在 可是你並不覺得它對你施加任何的強制力 在這種過程當中你就會被影響被感染 就是我們這本書的這個主要的書名 為什麼會這樣子取 有一個蠻有趣的醫生 他也是對於這個媽祖信仰 他覺得要用一種新的方式來重新的包裝它 所以他就把它結合了咖啡 就是透過讓咖啡飄香 讓很多人願意參與到這個媽祖繞進的過程 那他也去策展 就是找了很多這種藝術家畫媽祖 用非常美學的方式來包裝這個傳統的信仰 所以讓這個東西 他透過過去我們難以想像的一些文化的方式 或藝術的方式 他可以蔓延出去 所以這事實上就是在我們當代做宗教研究的時候 要更有眼光 要更細緻的在田野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去觀察 分為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英文的ambience 或是若喜龍詩就是ambient 那我們會說它是ambient to believe 那這個是從英國的一個人類學家 在美國教書的時候 他做的是英國教會的研究 然後他就注意到這個英國聖經公會 這個組織 他是在1804年就成立 其實很老的一個組織 然後捐獻的人也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組織他很特別 就是他沒有再做實際的宣教 他就是要促進聖經的流通 所以他們最早期的時候 就是在街上發聖經 那所以他們的目的 他們的宗旨就是讓聖經被聽見 但是在就如同剛才課先提到的 在今日非常世俗化的英國 這樣的方式其實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這個聖經公會就知道 他自己必須要尋找一些新的方法 來推廣基督教 那他們就聘請了一些總監 就是他們也會跟商業結合 就是他們會聘請一些比較有idea的人進來 那進到組織來的人 就會做一些市場調查 然後他們會做一些訪問 他們就發現了 雖然英國人越來越不信教 但是卻認為靈性 大家都相信人是有靈性的 所以他們認為 要怎麼樣突破原來的那種傳教的方式 讓大家讓宗教可以進入他們的靈性的 那個時空 那個時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中有一個重要的方式 就是開始跟公共藝術結合 接下來他就用一個 他就用一個例子來告訴我們 他們怎麼做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 這是Christmas Market 就是聖誕節的聖誕市集的晚上 然後這個燈光上面有一個東西 大家覺得那個是什麼 天使喔 哇 你們怎麼這麼聰明啊 我第一次看很久都不知道他是什麼 他在上面 他可以是天使 但是他也可以不是 因為他也沒有眼睛嘴巴 他就很像一個東西在那邊飄盪 所以這個聖誕工會 他就跟地方議會 以及購物中心合作 在聖誕節的時候 在人來人往的購物廣場 打造了十一隻這樣的一個群像 如果你看到一隻可能不覺得怎麼樣 如果你看到十一隻 你就覺得好像他的確是在傳 他的確是在傳遞一些訊息吧 但是他又非常的模糊曖昧 就是他沒有很清楚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 所以這些模糊曖昧的天使 其實是創造的是 宗教跟非宗教之間的氛圍 這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一定心裡面也有一些疑惑 就是說那這種設計真的會成功嗎 那到底怎麼樣作用在我們的身上 你怎麼能夠知道 他接受的是一個宗教的訊息 或是不是宗教的訊息 那他說我們可以上網看一下 網民的評論嘛 是不是 這當然是這個世界 這個時代最容易的方式 但也可以估算一下 來往的人潮 然後看一看 也可以派人家去看一下 大家仰頭看的比率有多少 但是他認為氛圍的作用 跟傳統不一樣 就是不是讀的或者是念的 其實是在我們的無意識的層面 產生作用的 很難從量化的數據得到 安格克暗示 範圍信仰的意義在於 他呼應了當代很多社會現象 模擬兩可的狀態 他的作用迂迴 但是觸及人心 所以呢 安格克的研究 他是從逛街的日常 或者是轉角的偶遇 所可能產生的靈性的觸動 的方式來做的 那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研究的時候 我也嚇一跳 哇 發現說 國外的學者 他們已經慢慢這樣在做 所以我 那個經驗也讓我覺得 哇 那我們其實在台灣 不是更可以做嗎 因為 因為宗教其實是更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那安格克的氛圍的概念 其實後來被不同的學者發揮 比如說有的學者會用 atmosphere 就是氣氛的概念 是不是 那有的人用氛圍的概念 他們後來的討論 就常常交錯使用 意義其實是很接近 那在很多地方都已經開始滾動起來了 好 那另外我要講一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也很好 可以進一步來 把安格克的例子再往前推 就是他講的 他的例子是 加拿大魁北克的路邊十字架的例子 進一步探索 就是到底氛圍是怎麼作用的 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我先講一講魁北克的背景 在法屬加拿大天主教會 過去其實有很大的影響力 掌握魁北克各個社會的層面 但是從一九六零年開始 許多魁北克人 尤其是知識分子 他們開始指責教會 將魁北克關押在巨大的黑暗之中 社會隨之就經歷了很大的 很大幅度的 甚至是徹底的改革翻新 變動之大 人們稱為寧靜革命 那這場革命最主要的目標 就是要消檢設教會 在制度層面的力量 如此也造成了所謂的反教會現象 就是在魁北克省 有反教會的現象 到最後使得法一的加拿大人 現在參與 就是每週參與弥薩的出席率 出席率甚至不到十 十Percent 那相對於魁北克的這個世俗化的傾向 路邊十字架則呈現今天罕見的前進習俗 大家看一看這個照片上 很漂亮的十字架 就是你在路邊 你走過去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樣子很漂亮的十字架 那在魁北克省有三千多座 就是他有人就是都有人 有的是有人在認養的 有的是沒有的 像我們就會看到 那到底誰會去認養他 或是誰是這些十字架的照顧者 其實就是教會沒有說 都是教會 有的是教會 那有的是個人在照顧他們的 那凱爾就告訴我們 這些照顧者多半是來自那些 對姓氏或教區 或者是他們那些開啃區 有相當認同的地方 他們的年紀是在五十到七十之間 雖然是偏高了一點 但是當這個研究者去詢問的時候 這些人都說 其實他們是年紀比較大的 但是他們沒有人逼他們 是他們自願的 是他們在思考之後 不是一種宗教義務 就是說他們思考了之後 他們才決定要來領養這些十字架 來照顧他們 所以有一些是成績他的家族 比如說他的爸爸媽媽 或是阿公阿嬤 就已經在照顧這個神了 這個在台灣民間也是很多 就是這個是祖先留下來的 但是很多是人家領養的 那到底是怎樣領養的呢 那他就開始用他的訪問 就是來跟我們說 那他其中提到一個訪問 我覺得很有趣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訪問者 這個瑪莉海倫 他大概六十五歲 那他其實就是在加拿大的 魁北克的一個乳牛廠 在他家裡的乳牛廠裡面工作 那五年前他開始照顧十字架 那一天這個研究者 就跟他一起開車 要去看他照顧的那個十字架 開車路上就看到 我們剛剛怎麼有一個這個 好像快要倒掉的 這個十字架在那裡 他就說不行不行 我們下車來看一下好了 注意這裡 他說我們並沒有 我們本來並沒有刻意要去找他 但是就看到他在豐州 顫倒好像快要倒了 所以讓他們覺得很憐 就是有點同情 所以他抵擋 就是這個他的報道者 就是提到說 他抵擋不住這個景象 所以他們就走過去 然後把手靠在那裡 然後清理了這個旁邊的雜草 是不是 然後回頭他踢了一下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 他下一次一定會回來 把這個弄好 就是說他告訴我們 往往他們開始照顧 就是這樣的一個景象 就是這樣的一個機遇發生的 所以他有提到 實質教的照顧者 常常都像這樣的跟他說 就是其實我是跟他不期而遇的 並不是我真的要去找他 我就是在某一個 在某一個時刻或路上 就看到了他 就是因為某一個 意想不到的因素 那他告訴我們 這個作者告訴我們 實質教開始 這個時候就是實質教開始行動的時刻 就是他他行動的時刻 他就是當他召喚路人 對他現身的時候 這種召喚呢 並不是唯一原字單一物品 而是來自不斷變化的景觀中 各種物品的聚合 比如說風是不是 這個風吹煞煞 然後木頭 他這個木頭非常的 看起來很不穩 是不是 螺絲已經鬆動了 然後道路路上的塵土 讓好像都交換了他 這個時刻引起人們的注意 讓他們來到這個十字架前 所以凱爾進一步告訴我們 剛才我們提到恩格克所說的這種氛圍 這是可見又不可見 你好像感覺到他 你好像又感覺不到他 這個是木跟人 在這個時候相互遷入的 這樣的一個時刻 這樣的一個聚合體所產生的 因此在這個時刻 人也不是唯一的行動者 就是木本身 他也是很重要的行動者 好那剛才克欣有提到說 我做的研究安隆的儀式 那其實也就是在漢人社會的 漢人有宇宙觀 就是土地 他是有靈的 那如果我們要在土地上 動土 我們要動土的時候 要破土的時候 要拜拜 大家大概都記得 就是說大家可能最熟悉的 就是電影要開拍的時候 要先拜一下 因為要破土了 那破土是 為什麼要破土呢 破土的時候就是 跟我們的土地龍神說 我們要在這裡動土了 你要趕快先離開 對不對 然後當這個建土建好了 我們再把龍神請回來 讓他回歸回歸他所在的地方 然後安正就是安隆 然後土地跟這個這個建築 才能夠有靈氣 好 那這就是安隆儀式 就是最早期的安隆儀式 那大家看一看 這個安隆儀式呢 左青龍 右白虎有沒有 就是左邊是青龍 然後右邊是白虎 後面有一隻小老虎 在後面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會再次看到他 然後白白的 然後龍在哪裡呢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吧 就是用雞蛋做他兩顆眼睛 用那個小碗做他的鼻子 然後他的一個大碗做他的嘴巴 所以他是最早的時候 然後是用家庭裡的器具做出來的 那他就是一個塔塔米大 然後這個龍神就是米龍 就是米龍 他就是有九子 就是九彎 就有九盞燈 就是九府大地 那很重要 在這個儀式一開始的時候 要破瓦 破這個瓦 就是把這個不好的破碎 踏破 破了已經破了 那我們現在要重新安正下來 然後要點燈 讓這個九盞燈要點起來 讓這個就是開光 把龍神開光 那這個儀式其實很小 就是一個塔塔米大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早期就是道士來做這個儀式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儀式裡面 有二元結構 就是左右青龍白虎 還有生熟 生熟是因為是在這裡 就是要拜的時候 要拜這個 就是土地的神有很多很多種 所以他有一種要吃生的肉 土神要吃生的肉 所以呢 有生熟 但是我們在拜的時候 是要拜熟 就是三生是熟的 他有生熟之分 陰陽還有集會的區別 好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道士呢 他在做完儀式之後 他就要送虎了 就是安榮 然後要把虎神 比較不清潔的 就是我們在建造的過程中 所產生的那些烏會的都 要把他送走 然後當然是以這隻老虎來呈現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拿了七星劍 然後插了一隻插了肉 然後再引誘他 要把他送出去 好 所以呢 最後因為在臺北嘛 這個是在臺北做的儀式 所以就在附近的地方 就是放虎歸山 就是把這個龍 把這個虎神就送出去了 然後把他燒掉 然後最後回來 回來要安正 安正就是把眼睛 還有這個燭光 這個龍神的中心 放在這個埋入地下 表示正宅了 就是安定了 我們跟土地恢復 同樣 重新恢復關係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是一個很簡單的 但是慢慢的在歷史過程中 他就開始在轉變了 尤其進入二十一世紀 他就第一次產生一個很大的改變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龍就變得很漂亮 有沒有 金光閃閃 然後旁邊的朵朵白雲 然後這個有紅色的大地毯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儀式是在慈惠堂 就是雙山慈惠堂做的 所以因為慈惠堂的正殿 飛跳高 就像這樣跳高 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做一個小小的塌塌裡 看起來就小裡小氣 是不是 所以他就開始把它做大 然後你看他的顏色 也都做得很漂亮 這是有藝術家加入的 這是第一次 他把龍做得很大 所以你開始大家都很有興趣 然後都在那邊圍觀 就是這是一個重要的改變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看 2010年之後 哇 又再次改變了 第一個就是龍頭 他變得非常的藝術化 他把燈籠 就是燈籠的造型 已經加進去了 以前的龍就是用碗 這樣做一做 他現在呢 他是一個藝術的龍 就是葉俊南道長他的作品 還有這 你看 就是這個會場 就是有立體的五方符 符都已經立起來了 那個時候的 早期的符都是在地上 但是他現在就把這個五方符 就立起來 就是用藝術的概念 就是西方藝術的概念 加進來了 那接下來就是兩年前的 他的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他這個作品就是 他又做了一些改變 就是龍現在變成是最重要的 這一次叫做護火龍神 因為COVID-19的關係 因為Omicron的關係 讓人覺得非常的不安穩 所以廟就會請這些道士 來做安龍的儀式 讓我們跟土地 重新建立關係 那在這裡 他又做了一個改變 也就是說虎開始不見了 但是他在旁邊畫了一些 跟現代比較有關係的 比如說皮修 鳳王 這些四獸 然後放在旁邊來裝飾他 所以在這個儀式裡面 他就聚焦龍神 淡化虎神 他就把虎神變得比較小 然後他也改變左右龍虎對象 他目的就是要創造氛圍 就讓大家聚焦在這個龍神的身上 然後邀請他們進來 好 那我們看有沒有 他已經開始把人請進來了 所以人可以 大家在這邊拍照 然後在這邊停留 他們在看旁邊的福都變得很大 他們會仔細去看這些福的意思 然後他們也會看這個藝術的創作 然後最後這就是他做的四個籃球場大的一個龍神 那在這裡就很明顯的 他的加上了這個七星的步道 就是上面還有天空步道 也就是說他走上去的時候 下面有那個七盞燈在下面燃 所以你走上去的時候 你又得到祝福 然後你又可以有藝術 就是看到這個龍神的藝術 他的那個蒼盡的感覺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 新時代的道士創造了一種氛圍道教 透過參與者在龍神道場的身體移動 因為你可以走上去 然後你的感官經驗 是不是你可以感受這些 你可以跟這些服務互動 你也可以看到這個神像也都擺在那裡 召喚人們的宗教想像 藉由氛圍的創造 當代道士讓道教走入人群裡 邀請人們走入道教 這是他的一個搶思 也就是我邀請你進來 但是我也想要走進你 最後一張slide 我們來談一談社會宗教 對當代社會的意義 社會宗教是當代宗教的一種很新的形式 你可以看他不斷的在發展 就是前幾天戲子才做了一場教育 那他也是一樣 就是在從我覺得他這個道士 每次做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一直都在發展 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講 也不是所有的宗教 必然都是分為道教 他是現在宗教形式 多樣的宗教形式中的一種 我覺得越來越重要 這樣的宗教形式發展 其實是呼應著我們身處於 越來越不穩定的環境 也就是我們的環境 病毒的關係 讓我們覺得有強烈的不安定感 所以我們更需要的是可以擴展 蔓延不斷重新聚合 並呼應人心的宗教方式 也就是說我們更需要的是 這個宗教讓我們覺得 跟我們能夠產生迴響 能夠引起我們內心的感受 因為外在的社會已經那麼不穩定了 我們回到 我們更需要這樣的宗教 能夠跟我們直接的互動 跟回應我們的感受 那我也希望這本書可以撫慰 資深於後疫情時代的大家 在今日高度變動的時代中 希望大家閱讀這本書的時候 可以得到自己一個感動的片刻 謝謝大家 基督教的靈恩化 確實是在談分為宗教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這個靈恩相關的運動 事實上一直存在在 基督宗教漫長的歷史裡面 那可是過去它處於一個比較相對邊緣的狀況 那很多時候是被打壓的 那是被認為說是好像異端 比較邊緣 可是到了就是二十世紀中期之後 它慢慢慢慢變成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然後也有更多的這種權威人士 認為說這個東西是很重要很關鍵 那所以就整個在全球的範圍蔓延開 它其實充分反映了 就是說我們剛才所提到很多 在當代的這個宗教情境裡面 人們越來越重視感官經驗 越來越需要說 能夠有一個自己去解釋 到底感受到什麼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所以像在這個靈恩的運動裡面 它本來被壟斷在這個 一般的教會領袖 他們身上這個東西釋放出來 就是讓它能夠民主化 讓每個人都可以在教會裡面發言 讓每個人都可以解釋聖經 都可以分享見證 所以每個人都被上帝 臨在感動之後 他可以行很多神蹟奇事 他可以做很多的見證 那很大的程度上 他也覺得自己很有參與感 自己生在這個信仰當中 那他也得到很多的滿足 我可以用葉俊拿那個台系的例子回應 也就是說 他剛開始自己也沒有想到說 自己可以吸引那麼多人 35萬人嘛 整個台六十一線擠得一大二五度 所以呢 本來廟方看到這個機會就說 那我們現在來收那個入場券 一人一百好了 那35萬人那個創造的機會 那個那個income有多大是不是 但是葉俊拿自己想想 他就說不行不行 我們不能這樣子 而且我們一開始 就不是這樣想的 所以他就用一個方式 就是說還是讓大家可以自由的進來 但是呢 最後就是他們有做一個金幣 就是如果你想要得到這個金幣的話 一份兩千六百塊錢 那他就做了五百份 一方面也滿足了廟方 因為本來沒有想到那麼多人 所以他們要聘很多臨時工 來來顧這個這個龍嘛 所以他就一方面滿足這個廟方的支出 額外的支出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讓人可以可以進來 也就是說一個宗教組織 或是宗教團體 他運作一定要有錢嘛 沒錢不能辦事啊 其實那個後續的效應是很大的 就是說當他做得很成功的時候 後續的效應就很大 就是說這個這個儀式不但在經濟上 然後在這個廟的名聲 那也對地方你想想看 一個地方要建教 他要花多少錢 然後因為這個這個儀式 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對地方的人而言也是滿意到不得了 因為他會覺得就表示 我們的身份很輕的啊 是不是 所以三十萬人會進來 表示我們真的是 我們的誠信也感動上天 大家都會來看我們建教 所以我覺得是也不是 就是說他不只是捐贈 他也是為了地方 然後為人民的福氣 如果這是一個成功的儀式 或是成功的一個做法 他就會有多方面的 income 更加讓大家注意 宗教在這個時代的重要性 如果以我的角度來講 不會說是 怎麼怎麼講呢 我很喜歡看網球 最近法王不在打嘛 對不對 我最喜歡的人沒有在裡面 因為他受傷了 就是Roger Federer CNN有一篇他的報導就是說 他那個藝術的打法 大家看著他的時候 就覺得有那個宗教的經驗嘛 是不是 就很像說你去 你看到你心目中的偶像的時候 當然是啊 各個面向都是 所以現在的宗教 不是只有一種形式嗎 我一再跟大家講 也不是只有分為宗教 其實是很多形式 並存在這個多元的社會裡面 當然是啦 比如說他當初蓋了這些神社 他一定是會 除了這個物質性的 物質性的裝飾之外 然後同時必須要 搭配一些儀式性的做法 然後融合這些物質 才能夠召喚起 就是參與者 他感官上的一些 一些宗教經驗嘛 那所以 時過境遷之後 他今天政權更替 然後他在這個物質的 這些雕像上面做一些改變 那勢必也會在他政治的儀式上 做一些對應的改變 但是整體上來說 就是你還是可以廣義的把它視為 也是分為宗教的一種物質性的一個展現 這是很好的題目 我記得啦 然後所有道教學者 道場問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古神在哪裡 因為對道教而言 這個陰陽的對障 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們就一定要確認 有沒有遵守這個道教的原則 就是他的陰陽 然後這個 那個九宮八卦這些東西 你到底有沒有做 如果你都沒有做 他就不認為這個是宗教 這就是 小孩子的遊戲就是了 比如說 這個道士 如果他只是請去 人家請他去做老雷雷 就做老雷雷 就是做一下龍 他可能就不會做龍虎神了 但是如果是這種大型的 尤其是教場的 教義 就是道教的儀式 他一定做 因為他會認為這是宗教的儀式 好 但是他做了一個很巧妙的轉換 他做這個巧妙的轉換 讓你說不出話來 我都覺得他蠻聰明的 就是他九天的儀式 那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虎神 菩薩送走了 然後他把核心都放在 99%都放在那個龍身上 然後他沒有 他不是沒有做那個虎 他只是用1%的力氣做 所以你也不能說他沒有做過 他非常聰明 他這個改革就做得很好 然後他又會根據 他又會根據這個台西這個地方 因為他在海邊 所以他沒有辦法送虎歸山 所以他就送虎出海 他就是把他到海邊 然後殺一殺 然後做一條小船 這樣把他送出去 他自己區分得很清楚 這是一個教場的儀式 該做的他都有做 但是他會稍微更動 既符合傳統 也符合現代 因為我們是humanity 只是人文的 我們基本上就比較沒有 直接去做量化的議題 但是就我剛才在跟 在解釋這個安隆的例子 你也多多少少可以聽得出來 廟方當然有在想 就是很明顯 就是說他們雖然嘴巴 你看他第一次說 我們要開始收入場券了 有沒有 他們也希望透過這個過程 賺一筆嘛 就是其實有啊 那只是說這個道士去化解 就是巧妙的化解 然後他們自己也會講 就是說他們會算多少的遊覽車來 就是之後他們做完這個儀式之後 後續很明顯 他們都會看就是 比如說多少香油錢進來 然後遊覽車進來 讓他們覺得跟這個道士的合作 是很有價值的 他們都有在看 只是他們沒有直接把它化成 一二三四的數字 我覺得這是 民間信仰或民間宗教中 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然後我自己很感興趣的事情 是就是分為宗教 就是它的副標題 長到感官經驗嘛 就是但我又覺得這一本書 跟之前就是宗教現象學 或者是那種很談感官 這種東西很不一樣 它對當代社會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注 它就像就是恩格克 恩格克還有 他說他在資本主義的背景下 去發展了這種分為宗教 然後或者是凱爾 他是一個像環境維護的狀態 去維護這個分為宗教 分為信仰等等 對那就是我覺得老師的例子裡面 像安隆的例子裡面 就是老師剛剛也有強調說 有文化資產 或者有點觀光奇觀的這種東西 就我覺得分為宗教就是好像 那就是他對當代社會的關注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很有吸引力 就是這有點像邊心得分享邊問題 對然後就是我覺得 是不是他讓我們有一個新的潛力 去看我們當代社會的某些面貌 然後那這個東西是從分為宗教 就是因為當宗教已經變成 不是最明顯檯面上的意圖的時候 就是好像還是有一些意圖 就是像資本主義 像是國家認同 或者是地方認同 或是觀光等等消費 那這些東西是不是對 是分為宗教可以提供的 一個很大的貢獻 那我覺得這個觀察很好 那你拿那個現象學來對比 我覺得其實是更能夠凸顯 就是說分為這個概念 他在我們觀察當代社會分析裡面的一個價值 就是說過去很多包括宗教研究 或是說比較現象學區景的看法 就是他會比較關注特定的一些人 特別是宗教經營 或是說一些特殊的一群人 他們的一些意識狀態 他們的那個整個感官的特殊的經驗 會把它特殊化 可是這樣子的一種觀點 其實就會忽略掉很多 特別是在當代社會當中 宗教它其實沒有那麼特別 它其實非常的民主 它其實非常的普遍流行在我們周遭 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用這個氛圍這個概念 我覺得特別能夠讓我們注意到日常生活 很多東西不見得要聚焦在精英身上 或是在一般人 他在某個時刻某個時間點 日常生活的某個角落 你都可以看到宗教的痕跡 那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概念它非常可貴的地方 我從這個安榮的例子來談 也就是說像我分析兩個道長 那這兩個道長其實都是走在時代最前端的人 就是說他們的他們的做法 在傳統上並沒有被注意 就正統的道教就是要好好的讀經典 然後做儀式 儀式就是怎樣怎樣這樣 所以他們其實是存在我們生活的邊邊 然後他們也吸引很多人 但是在宗教研究中 一直都沒有被認為是重要的 那我是一個人類學者 我看到的時候我嚇一跳 我覺得這是人類學的天菜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種研究的時候 而且他又吸引這麼多人 比如說你看他那個安榮儀式的時候 蔡英文也去 賴清德也去 就是說地方又覺得很高興 因為我們做這樣的儀式 大官們都懶了 所以對地方也很有成就感 但是問題是這樣的儀式 在傳統的道教中 並沒有被認為是重要的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分為宗教的做法 就是在某一個層面上 要跟大家說 像這樣的東西就是當代的宗教 我們就是要重視它 我覺得這個研究的意義是在這裡 你剛才講的是 我覺得有現象學的面向沒有錯 然後我們也把政治的 經濟的面向放進來 我覺得都是這樣 就是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其實他想要 他其實是一個實踐者 他心中有對信仰 或者是對宗教的某一些想法 他會把他投射 或是放在他的作品裡面 傳遞給他的參與的人 所以他的主動性還是很強的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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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